富比市最近一篇文章报道 根据专家预测 房地产市场崩盘可能导致 Dallas和洛杉矶等主要城市的房价下跌20% 随着抵押贷款需求暴跌至25年来最低水平 一些专家认为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将对一些地区造成尤其沉重的打击 在这些大流行期间的热点地区 和其他负担能力大幅下降的地区 房价将下跌多达20% 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公布的数据 在截至9月30号周五的7天内 抵押贷款申请比一周前暴跌14.2% 将整体申请降至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仅在过去6周内 飙升的利率就是典型的每月抵押贷款支付 增加了337美元 即上升了15% 并因此重创了全国的住房需求 以至于过去几年一些市场的价格 开始从创纪录的高位回落 根据房地产经纪公司Redfin的数据 过去一年中价位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 至369,250美元 但旧金山的价格下跌了4% 而邻近的奥克兰和新奥尔良的价格 分别下跌了0.5%和11% 尽管预计不会出现全国性回调 但投资公司Yelstreet的董事预计 在一些新房建设将提高供应的地区 房价可能会面临20%的下跌 建筑商将被迫在未来几个月 在德克萨斯州 Dallas Austin和爱达河州 博伊西等地区断壁求生 他还提到凤凰城Austin和拉斯维加斯等 大流行期间的热点地区 在过去两年中涌入了新居民 这加剧了一些市场对消费者负担能力的担忧 高盛也有类似的预测 他们认为容易受到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的地区 高度集中在美国西部 高盛指出9%的活跃房源在Z楼上降价 这些房源主要存在于在大流行期间 价格大幅上涨的地区 目前消费者负担较重的地区 例如西雅图圣地雅各和洛杉矶等西部城市 他们最容易受到市场价格的调整 而南方更实惠的地区 可能更容易避免价格大幅的调整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未来是2个月 房价下跌幅度最大的城市 根据Money Talks News的一篇文章 5个非常高下跌风险的房地产市场 文章根据房地产分析公司Corelogic的数据 指出虽然房价继续逐年攀升 但价钱已经有逐月下滑的趋势 8月份全国房价同比去年上涨13.5% 然而7月至8月价格比前月下跌0.7% Corelogic表示一些城市特别容易受到价格下跌的影响 以下是未来12个月内下跌风险最高的地方 第一个是内达华州的Reno 这个房地产市场在未来12个月内 价格下跌的可能性超过70% 事实上它已经连续3个月下跌 根据中价位房子的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5月到6月间是其房屋价格的峰值 中价位房子在58万6千美元 而短短3个月后 在9月到10月间中价位房子的价格已经跌到了50万9千美元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峰值的时候 房屋的价格比前一年上涨了20% 但到目前9月10月这段时间 房屋的价格比前一年上涨了只有1% 等于几乎把前一年上涨的价格都跌了回去 这三个月的跌幅已经超过了15% 而且房屋的成交量也比前一年下跌了17.1% 第二个可能会大跌的城市是爱达河州的柏西市 Boisy City 这个房地产市场在未来12个月内 价格下跌的可能性超过70% Boisy City是从大流行期间开始的 在家工作随处生活趋势中受益最多的城市之一 这个爱达河州首府城市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居民 但目前的现实是 这座城市在15个被高估超过50%的住房市场名单中排名第一 Boisy City中价位房屋的价钱在今年5月峰值的时期为54万6千美元 比前一年增长了17% 目前为止中价位房屋的价钱为49万1千美元 比前一年只增长了2% 房屋的销售量也比前一年下降了36.7% 第三个可能会大跌的城市是华盛顿州的Bellyham 这个房地产市场在未来12个月内价格下跌的可能性也是超过70% 自2019年以来 Bellyham所在的Wattcom County 价值百万美元的房屋数量翻了一番 现在华盛顿州西北部这一地区 很多自住房价值不到50万美元 而且Corelogic表示 那些天价房屋的价钱可能很快就会回落 Bellyham中价位的房屋 在今年5月到6月峰值期间价格为63万美元 比上一年同比增长了19% 目前中价位房屋的价钱为54万3000美元 比前一年同比下降了1% 房屋的销售量也比前一年下降了21.6% 第四个可能会大跌的城市是华盛顿州的Byrmonton 今年早些时候 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的这个Byrmonton地区 需求量很高 库存很低 但跟全国很多房地产市场一样 剧本在这几个月里发生了变化 是这个市场处于价格下跌的巨大风险之中 其中中价位房产在今年5月到6月峰值期间价格为59万7000美元 比上一年同比增长了20% 目前中价位房屋为53万5000美元 比上一年同比增长了8% 房屋的销售量比前一年下降了15.6% 第五个可能会大跌的城市是佛罗里达的Christville 这个房地产市场在未来12个月内 价格下跌的可能性也是超过70% 飓风对这个地区的破坏在提醒每个人 生活在天堂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也许梦想搬到佛罗里达州的人 现在会慎重考虑 Christville中价位房屋的峰值 在今年3月到4月份价格为484000美元 比上一年同比增长了20% 目前中价位房屋的价钱为46万1000美元 比上一年同比增长了14% 看上去房价似乎没有降很多 但它的销售量比前一年下降了27.2% 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五个地区当中 下降第二多的房地产市场 今天分享的Korlogic数据分析 目前观察下跌风险最大的这五个地区 似乎并没有我们华人普遍关注的房地产市场 我个人的印象 华人比较关注的三后塞 凤凰城 Austin Las Vegas 圣地亚哥等城市 并未上榜 是不是这些城市就安全了呢 想在这些城市抄底的朋友 未来会有机会吗 暴跌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抄底会不会抄到半山腰 各位喜欢投资的朋友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本频道 我们会为您做持续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